谢谢风热传道早上的敬拜还有十班 带来的现实都非常的感人 而且真的是让我们的心更深的贴近耶稣基督 今天我要跟各位来分享 那个复活者信息 空坟墓加利利 空坟到加利利 蛮有意思的一段记载 其实这一段记载我们在复活者总是会不断的来念 但是呢我们今天可以更多一点点再默想一下 这一段经文里面给我的一些些的信息跟体会 教会有三个很重要的节期 哪三个你知道吗 复活节 其实我们很少庆祝圣灵加灵节对吧 可是教会很重要的三个节期 倒不是母亲节 母亲节是全世界都会庆祝的 教会很重要的是圣灵加灵节 只是当我们很少的谈圣灵的时候 我们就把这个节日好像都忽略掉了 可是这是很重要的 在五旬节里面所要守的一个节期 还有一个就是圣诞节 当然圣诞节我们都很熟悉了 这三个里面哪一个最重要啊 是复活节最重要 真的最重要的是复活节 基督若没有复活 祂的降生就跟你我一样 就是普通人对吧 所以圣诞节就只是纪念伟人对吧 所以有讲公诞辰纪念 也有这种诞辰嘛 对不对 国父诞辰纪念 有没有 任何伟人都可以有一个诞辰纪念 如果耶稣没有复活 圣诞节就只是像一个诞辰纪念 你懂意思吗 所以如果没有复活节 圣诞节就也真的就像一个纪念伟人而已 但如果基督没有复活 圣灵也不会降临在我们当中 因为圣灵就没有降在耶稣的生命当中 耶稣也不是上帝的独生爱子 所以圣灵节就是假的 你懂意思吗 因为没有降下来嘛 所以如果耶稣没有复活 圣灵复活的大能 没有让耶稣复活起来 耶稣没有回到父那边 圣灵就不会降下来 所以没有复活节 圣灵不会下来 因为我们都是有罪的人 所以如果耶稣不复活 我们在庆祝圣灵降临节也是虚假的 所以保罗说 若一起来念 若耶稣基督没有复活 我们所传的便是枉然 你们所信的也是枉然 阿们吗 所以如果耶稣没有复活 我转再多 你们信再久都没有用 所以复活非常的重要 我们相信耶稣的复活 使我们生命不再一样 使我们死的独钩 全世也不再凌胜过我们 不再夸神 使我们里面不再对死亡有惧怕 对复活有盼望 对永生有应许 确信这件事情 我们等一下会领圣灵 也是再一次纪念 耶稣基督所行的这些事情 但是我们今天要来想想 复活节有几个挑战性的问题 在复活节的时候 我要寻找的是谁 耶稣 好 我们都知道要找耶稣 我们等一下来想想看 这节经文在告诉我们 我们可能会找错对象的 第二个 复活节 世界还是很像纷乱 你愿意去见复活的主吗 永远有很多的事情 把你拉去做 好让你不要来遇见复活主 可是你愿意这样做吗 我们等一下进入 你会来看看这件事情 复活的早晨 你到什么地方找他 在教会吗 很好 欢迎你到教会找他 但是我们来想想看 经文里面在告诉我们 耶稣在吩咐他们这群人的时候 有一些不一样的角度 我们去思想看看 所以我们一起来读这段 这一段一到十节 马太福音二十八段一到十 安息日将近七日的头一日 天快亮的时候 摩达巴的玛利亚和那个玛利亚来看坟墓 忽然地大震动 因为有主的侍者从天上下来 把石头滚开 坐在上面 他人像貌如同闪电 衣服洁白如雪 看守的人就因他下的浑身乱战 甚至和死人一样 天使对婚女说不要害怕 我知道你们是寻找 当定世家的耶稣 他不在这里 照他所说的已经复活了 你们来看他安放水的地方 快去告诉他的门徒说 他从死里复活了 并站在你们以前往江里里去 在那里你们要见他 看啊我已经告诉你们了 妇女们就急忙离开坟墓 又害怕又大大的欢喜 跑去抱给他的门徒 忽然耶稣遇见他们说 愿你们平安 他们就上前抱到他的脚拜他 耶稣对他们说 不要害怕 你们去告诉我弟兄 叫他们往江里里去 在那里避见我 我们一起祷告 主愿你自己的话语 在今天早晨再次来对我们说话 让我们每一个人都能够在 今天这个时刻 亲自遇见复活的主 而能也将你自己的信息 更深地放在我们神明的当中 我们向你献上祷告 奉耶稣基督的名 阿们 这里面提到了两次 天使叫他们去加利利 耶稣叫他们去加利利 今天就是我很重要的 跟你们分享 为什么要去加利利 好我们等一下再来思想 但是我们先回到前面 寻找耶稣尸体 对吧 一开始这些妇人们 天快亮的时候 天色仍然昏悍 其实耶路撒冷在那个时刻 不像我们现在有日光灯 对吧 不是有路灯什么 在那时候是没有的 所以换句话 天快亮的时候是还没亮 那时候应该是最暗的时候 一个城市暗默默 大部分人都还没起来 这几个妇人已经要去蒙阿波 已经到了墓园 你懂意思吗 我之前有讲过 我们大概不太会喜欢 在这个时候跑到墓园去 对吧 因为蛮恐怖的 对不对 晚上去墓园 耶路撒冷街道 安静几两 事实上你注意看 他这些时间点的描绘 其实好像 注意看他前几天 还这么的混乱残酷悲痛的场景 忽然间到户活的主日 早晨好像很安静 好像什么事情都没有发生一样 而这个时刻有这群妇人 要去找耶稣 请问她没有付上代价 天还没亮就起来找耶稣的人 他们就是最先遇见耶稣的 对吧 所以早晨起来 读经祷告还是蛮好的 对吧 真的啊 真的啊 你早晨晚一点起来 遇见的就是分乱砸踏的时间 对吧 大家就出来了 太阳出来大家就开始工作 你大概起来就开始工作 你大概不太会有太多时间 安静下来 所以为什么清晨的时候 是还是寻找主最好的时刻 但是你看这个 其实在经文里面没有提到 只有那个玛利亚 但是我们稍微整理一下 其他书卷里面有提到 摩达拉玛利亚 还有撒罗米 还有耶稣的玛利亚 母亲玛利亚 要往坟墓去 其实他们到了坟墓那里 其实他们内心啊 充满了要去坟墓 要做的工作 他们要去擦拭满身 是写了耶稣的尸体 要抹油在尸体身上 还帮他换上干净的布条 甚至衣服等等的 去到坟墓里面做这些事情 其实我知道像带牧师 可能在礼拜五就会做 这个叫入殿的工作 过往工作 早期来讲都是一些 妇人或亲近的人做 我们现在都是交给 专业的人来做 但是这一群妇女 我觉得很棒的地方是 他们要付出对死人 最后的经历 因为在耶稣定了十字架 那个时候取下来的时候 他们已经要准备 进入安息日 是没有时间去处理 所以他们觉得 过完的安息日 他们还是要回来做这件事情 要做这件事情 所以当他们来到坟墓的时候 其实他们里面想要做的 其实已经设定好了 塞满了这些东西 对不对 其实有些时候 我们会不会来教会 我们也塞满了很多 我们决定要做的事情 可是不然间 上帝或者天使 打乱了我们所有的 预备的事情 会不会这样 是啊 所以默想这件事 是象征意义 真的 寻找耶稣 很多时候我觉得 我自己也会是这样子 我们今天是不是也像 这些妇女一样 来到这里 是要寻找死去的耶稣 为什么 为什么这么讲 我不是反对那些妇女 给耶稣做最好 最后的善后处理 而是我要说的是 我们来到了这里 我们认为耶稣是死的 所以我要来做一些事情 来表达我的 对她的敬意 我要说的是 复活节 我要找的是谁 这个议题 或许很多的基督徒 喜欢做死人耶稣的门徒 为什么这么说 各位 为什么这么说 因为要做复活基督的门徒 很不容易 他跑到坟墓去 耶稣在那里吗 不在 耶稣跟他讲 你要见我 到哪里见 是啊 这就是问题了 很多的时候 我们喜欢做死的门徒 死的耶稣的门徒 是因为我们觉得 跟随复活的基督 你不知道明天 他要到哪里去 你也不知道他要做什么 或者他吩咐你要做什么 你是很难跟的 你懂意思吗 他是活的 请问 我跟活的人 沟通容易 还是死掉的人 他都不跟你讲话 不是吗 你懂我的意思吗 特别如果他又是主的时候 他讲的话 我要不要跟 这是难的 但是你要知道 做一个死人耶稣的门徒 可以说轻松愉快的 真的 为什么 第一个 死人耶稣的坟墓 永远在那里 找他不用太废地 就可以找到他 他的坟墓就在那里 对不对 是啊 我们会不会觉得找耶稣 好像就应该这样 我只要去到那个地方 我找他 上个香楼一下东西 我就找到了 是这样子吗 不是吧 你要找耶稣 你知道你可能要付上代价的 清晨去 耶稣叫你去别地方找他 到加利利去找他 你可能要付上一些代价去找耶稣 耶稣的坟墓永远在那里 如果他是死的耶稣 他永远在那里 你随时可以找得到他 他不会跑的 死人不会跑 他是复活的主 他有他的心灵 敬拜一个死的耶稣 不会讲话 他不会像我有任何要求的耶稣 对吧 这好不好 真是太好了 我真的觉得 他不会对我要求 你懂的意思吗 耶稣如果是死的 他不会对我要求 请问一个人要求你舒服吗 老师要求学生写功课舒服吗 老板要求你完成时间 在时间内完成这些工作 你舒服吗 没有一件事情舒服 你被要求的时候 可是如果耶稣吩咐你 鼓励你 他其实都陪伴我们了 其实有些时候 我们会觉得不太舒服 可是如果他是死的 那变成是我自己决定就好 那就很舒服了 对吧 按着我的计划 按着我的时间 多好啊 所以我们很多时候 来敬拜耶稣 我们敬拜可能是 希望他死的 不要跟我讲太多话 不要太来麻烦我 对啊 所以你看 不用花时间相处 你跟活人要花时间相处 对吧 跟死人不太需要 都是你在讲而已 他不会回应你 对不对 不用跑来跑去 不会太累 不用紧张 不会有重担 不用付代价 不会有麻烦 真是太好了 真的啊 如果你跟一个死耶稣的话 不是很好吗 你一点都不会有压力 也不用付太大的代价 他也不会要求你 这是不是我们觉得 我们信耶稣 都也希望这样才耶稣 对不对 要你付点代价 你要不要 要你有点重担 要不要 要不要吗 要 对啊 好像只有两个人 要 好像只有两个门徒 其他的谁 是啊 各位 很多时候我们 我真的说 很多时候我们是来找耶稣尸体的 因为我们觉得 这样比较好找 我就是来找他的尸体 然后他不要跟我讲话 然后呢 敬拜死的耶稣 也很好的意思就是 有死人来决定献上什么 到活人来决定献上 就是我决定献什么 你就收什么 你懂意思吗 所以你看到外面拜拜的 那个祭拜祖先的时候 都是他们决定要献什么 对不对 是不是这样子 那请问你 如果是复活了耶稣 你要献什么 是应该按照耶稣想要的嘛 对不对 这难不难啊 难了吧 现在就算一难了吧 各位跟你讲 敬拜死耶稣比较简单 因为你是活的 你决定你要献什么 死人只能按着你献照单全收 完毕你又把他吃回来 你懂我意思吗 而且死的人 你要躺北边 面东边都有你决定 所以你比他还有能力 你懂我意思吗 耶稣 我们有时候会不叫耶稣 耶稣你应该在这边 做什么事情 耶稣你那边坐那边 我们比较有能力 耶稣死了 所以我要说 很多时候我其实思想这个 我们有时候去找耶稣的时候 我们以为他是死的 所以我们就觉得塞满了我今天去那边 我要做这些 要做这些 然后耶稣死着 躺在那里 他不会再翻覆或什么 我只要做完我这些事情 我都觉得我表达完我的敬意了 了解这意思吗 可是 金母不是告诉我们这样 对吧 耶稣整个打掉了这些东西 他不在死坟墓里面 他不是死的了 对吧 父女们呢 你们要献的东西 虽然敬意很好 可是这些拍不上用场了 我们来到神呢 来寻找耶稣的时候 会不会有这种状况 是啊 我早上我来教会 会觉得 我好多事情都要搞这些 弄好弄好 所以心里就会开始不高 可是我自己又回来 看我讲话的时候 觉得 对啊 我不是来找父母的主吗 为什么我又开始弄这些东西 我里面我塞满了这些东西 其实我们的先命里头 有很多会是这样子 所以各位 我们所敬拜的是不是只是一个死的耶稣 我们都知道不是 我们今天唱的诗歌是复活的主 对吧 所以其实 我们在复活的时候 他找的是谁 应该是个复活的主 那么很显然 他就不是在那个坟墓里面 按着我们以为 他会这样子 活在那个地方 死在那个地方 按着我们以为的方式 在那里做事 你了解这意思吗 他活着 那他每一天 其实每一天 我们都说他是复活的 每一天他都有他 他的工作 他的心意 他在哪边行事 严格来讲 是我们要跟着他跑 而不是按照我 觉得我今天早上 怎么样做就好了 我们必须要花时间 来寻找 来遇见他 但是我觉得很棒的是 去遇见复活的主 很有意思 你看他们匆匆忙忙来到坟墓 看到那是一个空坟墓 里面的那些话 我就不讨论 今天重点 先来想想看这些事件 马可福音其实记载这样 他们就出来从坟墓里逃跑 又发抖又惊奇 什么也不告诉人 因为他们害怕 我们今天说 我们有复活的脸 是应该充满喜乐荣光的脸 对不对 可是在福音书里面 第一个标示的情感是 情绪是什么 害怕 害怕 我都学了 圣经在谈这个害怕 让我们很有意思 各位 我常常想 空坟墓反倒比有尸体的坟墓 更令人害怕吗 对不对 我觉得如果空了的话 好像空了 如果知道里面有死人 我应该更害怕才对 你懂我意思吗 你懂我意思吗 如果我知道里面有死人 我应该更害怕才对 可是现在告诉你 告诉你这里面空了 你就更害怕 你懂吗 换句话讲 如果耶稣躺在里面 我反而比较不害怕 死掉的主 我比较不害怕 忽然间里面是空的时候 我就 我就害怕 你懂我意思吗 对 你 这是生死的 很有意思 我觉得经文在描述这些东西的时候 就让我们去默想一下 让我们去默想一下 空坟墓让人更敬畏 更惧怕 又欢喜又惧怕 对 其实死人复活 这些父母人们 其实都不是默生的 对吧 拉撒路有复活 对不对 大家都知道 甚至整个城 那些人都知道 甚至想要杀掉耶稣 甚至想要把拉撒路也杀掉 虽换句话讲 复活这件事情 对他们并不陌生 可是今天 耶稣复活了 天使告诉他们 耶稣复活 他们却震惊 或者害怕 到底是为什么这样子 你有没有想过 耶稣也告诉他们 我会复活对吧 刚从来没有想过 三天后 他真的复活 也许是这样 但是你会发现 对复活这件事情来讲 他们到底在害怕什么 对啊 我常常会想 哇 这些人 其实我知道 当然这里面有很多 复杂的这种 心情 或者是当他们所面对到 前三天 耶稣在当中的 这些过程里面 他们已经很震惊了 他们的心情都还没平 我一定要听到 现在有另外一个消息 是耶稣复活了 我要说的是空坟墓 其实我们今天的诗歌里面 也提到空坟墓 其实是信仰的奥秘 在主耶稣复活的那一刻 这个消息一出现的时候 门徒抽走耶稣尸体的谣言 去用排山倒海之士 来冲击耶稣的门徒 跟所有的跟随者 这个冲击到今日 还是一样有的 对吧 所以时常都有人在研究 挖到耶稣的坟墓了 有没有 挖到耶稣的什么东西了 有没有 是啊 到现在都还有这些消息 这是空坟墓所 头下非常严重的问题 是门徒必须面对的问题 当然是现在基督教会 所要面对的问题 跟要回答的 但我要说的是 门徒怎么面对这个问题 现在有谣言说 是我们这些学生 把耶稣偷走 那门徒有到处寻找 耶稣的尸体吗 好像没有 对不对 来证明他们没有 挪走耶稣的尸体 如果他们真的能够证明 那反而更显明 是他们偷的 你懂我意思吗 很多时候 我们很多时候 基督徒很想要证明什么东西 你懂我意思吗 可是很多时候 在这圣经里面 这里面并没有告诉 门徒去证明这件事情 什么 对啊 门徒可能一来还在惊吓当中 二来也不晓得怎么回应 可是你会发现 耶稣也没有叫他们 去证明他复活 耶稣只是跟他们 你们来见复活的主 就是你们来见我 对不对 各位 所以门徒怎么反驳 那些不实的谣言 怎么证明基督确实复活了 其实在当时候来讲 在这个时刻 其实他们是做不了 什么事情的 如果没有遇见复活的主 如果圣灵没有降下来的时候 其实你会发现 我们都会一样 我们怕得不得了 我们是没办法做见证的 我们是不敢 也不知道怎么做这些事情的 所以你看门徒 只能遵照天使所说的话 到加利利去见复活的主基督 对吧 耶稣后来又讲了一次 去见复活的主 门徒没有去争辩 他们只能先按照 复活的主说好 那我们去见复活的主 所以各位 我要说的是 其实很多的时候 复活主日 世界纷乱杂当 就是在你生命当中 一定有很多东西 让你觉得心烦意乱 事情昨天没有过 怎么现在又来了这件事情 但是 耶稣说 你要先来见我 你要到那边去见我 你要不要先去见 还是你就自己起来 用自己的方式来解决这些问题 对吧 你永远有很多的事情挑战着你 要你去完成这件事 要你去辨别这件事 要你去驳斥这些东西 要你去证明一些事情 可是神说 你要先来见我 先到我所跟你 要遇见我的地方 甚至耶稣都跟你讲 我在哪边 你们必得见我 那我要不要去啊 这些门徒 我相信他们是有趣的 但我们就来想想看 到加利利见复活主 为什么一定要去加利利 其实门徒后来不也在耶路撒冷遇到复活主吗 那天晚上有一些人遇到 对不对 可是早晨的时候 耶稣叫他们去加利利 我相信有一群人在加利利去 后来又回来了 耶路撒冷等等这些事情 有些人在耶路撒冷遇到 可是那有一群人在耶路撒冷遇到 那为什么有一群人要去加利利遇见他 有没有想过 而且耶稣天使讲了一次 耶稣又讲一次 在马太福音里讲了两次 而且都非常肯定说 你们在那里就遇见他 必遇见他 好我们来想想看 耶稣叫他们去加利利的用意是什么 为什么不在耶路撒冷就好 为什么不是在你家就好 而是要去到那个地方 那去到那个地方又有什么样的意涵 再告诉我们 好我们看 佛罗主对两位玛利亚说 不要害怕 往加利去 在那里必见到我 对吧 这是一个充满着关心跟邀请 看起来是一般的定义 其实意义非凡 因为耶稣真的知道 我们的心里面在害怕什么 在忙乱什么 可是他却告诉我们 不要害怕 对吧 去做一件事情 你们就必遇见我 到加利利好 我们来谈谈 加利利其实是门徒最熟悉的地方 有着跟随耶稣的足迹跟记忆 因为他们也是从那里出来的 所以回到加利利其实我要说是回到最初的境遇里面去 回到最初愿意跟随的心 就算他们一开始都有不同的跟随的 有些要做左边做右边 但是至少他们都愿意怎么样 跟随 现在再回到那个地方去 再遇见他一次 你愿不愿意再跟随 最初的境遇 而且再一次去思想 耶稣跟他们的三年里面 我们从这里所行走过很多的地方 回到最初的境遇 所以其实当一个人的内心被恐惧害怕填满的时候 人的心其实不是很单纯 而人的心恐惧加上不单纯 我们就会变成猜疑跟失去信心 恐惧加上不单纯 因为想很多 想太多的时候 当你心里面恐惧又不单纯的时候 比如说一个人如果害怕死 面对死的时候 就会怕说 我是这个会不会死 我得了这边痛会不会死 你心里面就产生很多的猜疑跟失去信心 而耶稣就其实要面对这个东西的时候 门徒除了克服内心这几天的惊恐之外 无疑的其实神要他们回到原点 重新的与基督再次相遇 耶稣把他们拉回去 当时候呼召他们的那一些地方 或者甚至要他们回到他们熟悉的那个环境里面 离开这个时候耶路撒冷的纷乱 这些的过程惧怕 带你们回到原来的地方去 那个是我们跟耶稣可能第一次跟随 相识听他的声音 了解他 认识他的时刻 各位 所以 但是所以你们发现 其次加利利回到加利利也意思的 要求我们回到日常生活中与复活的主乡 为什么 加利利就是平凡的生活吗 他们的生活环境就在加利利里面 渔夫也是渔夫不是吗 彼得就渔夫吗 回到加利利他们的角色 他们就说这不是渔夫吗 他们这些小名是谁呢 那是他们的生活环境的里面 耶稣回到加利利人 这不是木匠的儿子吗 他从哪里来的这种知识呢 那个加利利是我们生活里面的这些平凡琐碎的里面 耶稣说你们回到那个地方 你们必遇见我 所以你们发现 遇见佛国主不是只能在耶路撒冷的敬拜之地 因为当时候加利利的人要敬拜神都要到耶路撒冷去 可是神说你要遇见我 不是只有在耶路撒冷 回到加利利 先在你们平凡的生活的地方 你遇见谁啊 祝活的主 耶稣让他们回到起初遇见他的地方 耶稣让他们回到他们平凡的生活里面去遇见他 我耶稣的心很细腻的 所以现实生活与教堂中有别 对吧 不是说你在教堂不能遇见佛国主 当然这边是个敬拜神的地方 欢迎你在这边遇见神 经历神 经历神的爱各方面 可是我要说现实生活才是我们的加利利 所以你要在哪边遇见佛国主 不是只有在教会 你懂意思吗 不是只有在敬拜的场所遇见 临所当然你可以在敬拜 因为后来耶路撒冷他们也遇见佛国主 可是耶稣说你们先在那里 对吧 先在加利利遇见我 你们必遇见我 他们在耶路撒冷的时候 还不见得知道遇见耶稣 是耶稣自己彰显出来给他们看 对吧 可是唯独一件事情 耶稣说你们必遇见我是在哪里啊 加利利 这样了解这个意思吗 这了解意思吗 所以是不是在我们的生活里面去遇见他 其实你会发现在教会当中是一群同质性很高的信仰群体 我们都有一些的摩擦 有一些的挣扎 有一些的软弱 对不对 那我们的现实生活 我们的加利利里面 更具有意志性 而且生活观混杂的环境 而神说我要在那里遇见 这样了解这个意思吗 所以我们不是只有主日的基督徒 我们是每一天都可以遇见复活主的基督徒 所以每一天都是复活主日不是吗 每一天都是复活的南清晨 不是只有这个复活节主日 这只是纪念和欢庆的时刻 但是每一天每一天 其实都是可以遇见复活主的时刻 神都让我们在那个加利利里面去遇见他 在你的生活琐碎里面去经历他 所以往加利利去 我后来想想 还有一块拼图 这块拼图是我觉得很棒的 我自己觉得 谢谢主的提醒 就是这块拼图 其实说每一个人内心的心灵的空间 那个小小的那个加利利 所以不单只是现实的生活 最后推到最后 其实也回到我们内心的深处里面来 所以每一个基督徒 我们最终的回到自己心灵中的加利利 在你心灵中的挣扎琐碎中 去面对复活的主 了解这意思吗 那个加利利不是只有我在敬拜的时候遇见神 而是我在每一天 我心灵里面的挣扎软弱 我在里面的这些跟随的过程里面 我去遇见复活的主 你懂意思吗 在我决定要跟随耶稣的那一个心灵里面 虽然我软弱 那个时候的门徒也软弱 也害怕跌倒 或者是在各个环境里面 我们要在那个地方去遇见主 神把我们带回去加利利 你在那里必遇必得见我 对吧 是啊 我觉得那个心灵的拼图让我觉得 对啊 不是只有生活里面 不是只有 不是只有在主日里面 而是在我们很多的生活里面 我们可以经历主 所以各位 我要说的是 死了耶稣 你必死了耶稣 我们可以成为研究的对象 加以分析探讨 把所了解的存在脑海里面 这没问题 所以可以把耶稣当作学术研究 把圣经当作学科来研究 都没有问题 你可以非常的熟悉它 但是我真的要说 复活的耶稣 是荣耀的基督 祂是复活的不是死的 荣耀的基督 可是却是在日常生活中去遇见祂 去活出见证 所以这群门徒 不是去争辩耶稣的没有复活 而是必须在日常生活里面去什么 见证复活的主 那耶稣告诉他们 是这样子的方式去见证我 所以门徒必须用实际的生活 来见证他们的信仰 只有用这种方式 才能见证复活的基督 才能破除那些 既是和长老不死的谣言 你怎么证实耶稣活的 就是我们的 有一个复活的脸 对吧 如果我们都没有复活的脸 人家就觉得 耶稣是死的 是吧 我们就是用这种方式 所以有些时候 人家会觉得 你们的信仰很好 其实是我们的生活里面 生命的里面 或者我们对死人的态度 各方面 对未来的胖梦 我们不一样 我们会心 这群人 想要认识耶稣 复活的主 就在这个过程里面 显明出来 也包含我们身体疾病 软弱的时候 显明出来 人家会觉得 真是神奇 这已经是神奇 你懂意思吗 所以不是说 我们发大财 工作升迁 那个才叫神奇 没有 是每一天 在你的软弱里面 显得刚强 神说 那就是我的作为 所以在肉体 耶稣不在世上的情况下 门徒必须活出基督 人们才能看到 复活的基督 这样了解 这个意思吗 所以基督徒 我之前讲过 是因为活出基督的样子 叫做基督徒 活出耶稣基督 所做的事情 所行的事情 这群人叫做基督 基督徒 小基督的概念 人怎么样看见 这件事情 成岭是基督徒 就是因为这样 所以这群门徒 知道的 后来他们回到家里 在被耶稣徒 在被耶稣恢复之后 圣灵降临之后 他们就明白过来 所以他们 没有去跟他们争辩 他们只是讲了一篇道 或者讲了一些 把圣经的话 翻出来 见证 所以神所做的事情 就已经是了 我们就是这样子 所以 也没有人再看到耶稣了 可是那些话语 和他们的生命见证 圣灵的大人 就让三千人信主 五千人信主 这是通过这种方式 所以我要说的是 主复活的 耶稣复活的 这个复活节 除了天使上面 所说复活 主所说的话 不要害怕 往加利利去 在那里必怎么样 必见 那是天使传讲 耶稣代替耶稣 把这句话想出来 后来耶稣自己 也讲了一次 不要害怕 往加利利去 在那里怎么样 必见 所以在个人生活中 和心灵中 遇见复活的主 见证主的复活 三个问题 一样的 你来遇见谁 你来这边要找 死的耶稣 还是活的耶稣 然后你在这里面 第二个问题是 你在这个 分乱杂大世界的里面 你愿不愿意 先来找复活的主 第三个 到加利利去见主 到我们每一天的生活里面 去见证 复活的主 我们一起来祷告 我们一起来祷告 我们有一段时间 自己来 思想有向神 献上感恩 我们的主 是复活的主 所以天上地下 一切权势 都是耶稣基督 阴天死亡的权势 也都在耶稣基督 手上 我们祷告 是复活的 所以祂乐意 跟我们互动 祂乐意 跟我们说话 祂在十字架上说 沉乐的那一句话 得胜的话 有时刻 我相信祂所说 沉乐不单单是 我们罪得色役 不单单是 成就了 父神的心意 让我们可以 直接来到 父神领听 不单单是 我们可以成为 神的儿女 祂所说的成了 也包含我们 每一个人生命当中 祂荣美的计划 也要成就 在我们生命里面 祂对我们的心意 祂对我们里面的 每一项 荣美的计划 也都要成了 所以在复活的主日 每一天 我们都可以来到 主的面前 来寻见祂 来遇见祂 并且显明 在我们生命当中 这位复活的主 见证祂的火 我们一起来导歌 所以我们预备 我们新来准备 领受三叹 我们一起祷告 主耶稣谢谢祢 谢谢祢 在复活的主日 复活的清晨 你对着这一群 来寻找你的父女们 所说的这一番话 帮助我们论断 来省思 祂当我们在寻找祢的时候 照正我们的眼睛 调整我们的心 也让我们更多的领体会神 祢自己的心意 在每个时刻里面 主我们能够回到祢的面前 回到那个心灵里的家里地 能够起初遇见祢 起初遇见祢 跟随祢 在那个心里面 同时我们对祢 有更新的认识 知道祢是又真又活的主 祢复活了 主祢要来遇见祢 祢告诉我们 必得见祢 主这是祢自己的话 主我们相信 如今每一个祢的儿女 祢的门徒 祢的孩子 也要来遇见祢 我们现在的山中中 来守圣山的时刻 这是祢在受难处置之前 祢所设立的 为的是要我们来纪念祢 而我们今天不当纪念祢 我们也要一起 欢庆神的一个复活 我们要宣告祢的得胜 在我们的生命里头 主祢自己的恩典 在我们的里面 主祢的大能 复活的大能 如今也永留在我们的里面 谢谢耶稣 我们向祢献上祷告 献上感恩 奉耶稣基督的名 Amen 我们今天领受圣山 除了是我们纪念祢 为我们受死 如今复活 我们同时也知道 我们这段时间刚好 到昨天我们 为往日幼童祷告 我们也办了 每个月的时间 我们相信神 不单单是一种肉体 祂有恢复我们的生命 我们所受压的每一个层面 神都能够一直释放 一直到我们一起来领受 这个圣山的时候 我们是求神在我们身体 肉体 每一个身心里 每一个层面 都带来更新和移植 要复活 恢复 所以我们在神的面前 献上我们的祷告 我们再次祷告感恩 主要是我们在祢面前 向祢献上祷告 谢谢祢 流出宝血 洗净我们有一切的无悔 以至于我们能够来到祢的面前 主因为祢在十字架上 所成就的 使得那么慢子裂开 我们如今能够 泰然无惧地来到十恩桌前 谢谢主 让我们能够在这过程当中 恢复神儿女的样式 主祢对我们的心意 极为荣美 主我们在祢面前献上感恩 不尽我们要来 守主祢所设立的圣策 愿神再次地 让我们相信祢自己的话语 也让我们再次用感恩的心 来到祢面前来回应祢 谢谢主 愿我们在祢面前祷告 同耶稣基督名 Amen